Hello,大家好,我是CPDA的Anna老師 今天想和各位家長分享一下寶寶上學前的預備 寶寶在上學前,他們除了需要預備上學要用的物品、校服之外 他們的情緒、治理、作息時間其實都需要預先調整和學習 首先,家長需要和學校了解一下到底寶寶上學要用什麼物品 再幫寶寶預備好 另外,家長都可以為寶寶預備名貼,貼在他們的物品 例如水樽、文具等,減少他們不見事的情況 除此之外,家長都應該和寶寶一起買校服 讓他們一起預備上學需要用的物品 讓寶寶多一些參與預備物品的機會 這樣他們會對上學有一個正面的感覺 讓他們知道,其實上學是很好玩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,拜拜!